回香季二 我就说阿生是个很周全的孩子 林露山靠在椅背上 大肚子挺开 边喝茶边笑咪咪地说 下人们已经将箱子一溜烟摆开 每一只箱子里都冻着不同的飞禽走兽 显得很壮观 敲碎的冰块徐徐冒着冷气 室内一时间凉嗖嗖的 木生坐在一旁 垂下的睫毛一动不动 林妙妙看他一眼 可一声替他答道 还差得远 让他惊讶的是 眷手爹居然一点都没问起木生的病情来 就这么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坦然接受了 倒令他有点心虚 胡说 爹瞥他一眼 你成婚的时候 人家还派人大老远送了宴 那宴来的时候 活的 翅膀上扎了根大红缎带 在厅堂里直扑腾 闹得人仰马翻 屋里端茶的丫鬟 外头洒扫的伙计 都扔下了手上的伙计跑过来看 正足了面子 林妙妙抿嘴笑 俊手爹神秘兮兮的看了木生一眼 压低了声音 似乎是怕他听到一般 其实 当时他们第一次塑在咱们这里 我就瞧上他了 事实上 无论大不大声 木生都没什么反应 他侧着头 专注地瞧着林妙妙包花生的手 妙妙包好 顺手往他嘴里塞了一颗 又开玩笑了 爹怎么没看上柳大哥呢 哼 俊手爹冷笑一声 柳公子一看 就是和木姑娘两情相悦 就算你喜欢 爹也不许 林妙妙一审 当时他熬成那样 拿好了 那时候的木生 外表温讯手里 那里全是道次 接触久了便知道 性子恶劣得很 亲近不得 他筑齐的警戒心很强 谁对他好 他不敢信任 往往恩将仇报 一般的人被白眼狼咬了一回 也就收了手 再也不去喂他了 于是他又在孤独中期待 等待和失望 恶性循环 如果不是林妙妙在系统的要求下 一而再 再而三地放低姿态 突破他的防线 知道了他那里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直到最后一个人赴死 也都还是将自己锁在高墙之内 无人明白 林妙妙突然觉得 系统设置这个攻略任务 还是有那么点道理的 对于木生拿好的言论 林爹很坦诚地两手一摊 俊呀 又觉得光看外表有些不妥 补充了一句 少年人 轻狂一点才有魅力吗 一下午就这么安适的过去 木生坐在他旁边 做个安静的参与者 倒也不觉得多余 总归 俊首爹有种魅力 他的接受能力很强 再惨淡的日子 都能过得生龙活虎 对了 让恶意带你准备准备 你表沈明天要来做客 你得好好感谢他 林妙妙想了半天 才想到那是谁 在破庙里给他证婚的那位表沈 看在那双珍贵的羊皮小鞋的份上 他确实不能搏带了人家 准备的内涵很丰富 除了准备好表沈吃穿用度之外 林妙妙还被拉去 做了几身新衣服 按俊首爹的话来说 凌鱼的母亲早逝 表沈对他的怜爱就代表了母亲的家族 对他的怜爱 见不得他受一点委屈 再加上沐生是表叔表沈亲自考察通过的姑爷 现在姑爷成了这样 如果他再表现得灰头土脸 表沈会更加内疚的 林妙妙踩完衣裳回来 已经是傍晚 新宅子的闺房比原先小一圈 但依然很舒适 灯烛高低错落 银黄的光照在交纱帐子上 闪亮亮的 妙妙飞快地洗漱完毕 脸跑带跳地摸到床边 墨地把帐子一线 这是自打他出事以来 他发明的小游戏 木生的半腰状态 没什么节律可言 日夜像是猫头鹰一样 睁着眼睛坐在那里 通常是林妙妙熄灯躺下以后 他才跟着一起睡 他每次都会躲猫猫似的 将脸藏在帐子后面 然后这样张牙舞爪地出现 逗他一下 他便坐在床上 漆黑的眸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的脸 好似对突然多出个人 来感到新奇的很 今天 他一掀开帐子 意外地发现 他竟然躺平睡了 睫毛安稳地垂着 双手搁在腹部 像个睡美人 一点都没有被惊醒 妙妙 游戏对象没有回应 他感到有点失落 但他少见地睡得这么沉 妙妙不想叫醒他 便轻手轻脚地跨过了他 呼地吹了烛火 睡了 月光明亮 从精巧的花窗头射进来 拉成了斜斜的菱形 半夜里 妙妙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看到床边坐了个人 差点吓出一身冷汗 那人身上沐浴着月光 如霜的光落在他微移的长发上 一段一段地发亮 他静静地坐在床边 看着他 妙妙眯着眼睛看了半赏 伸手往旁边一摸 空空的被褥冒着凉气 心里咯噔一下 怦怦跳起来 即使他做着一句话 也不说 光看模糊不清的面目和姿态 他也能分辨出来一点什么 他慢慢地爬起来 侧眼看着他 然后伸手摸向了他的肩膀 手还没挨到人 便被他反握住手腕 伸手一拽 把他抱坐在了腿上 他骤然贴近了他的胸膛 甚至听见清晰的心跳声 他试探着开口 你怎么醒了 骤然出声 才发现自己的声音窃窃的 那个影子看他半赏 轻悦的声音传出来 你做梦呢 说话了 做梦无疑 不信 少年拉住他挣扎着 去摸蜡烛的手臂 圈住了他 脸颊在他发顶轻轻蹭了蹭 带了点冰凉的笑 你点上灯 就见不着我了 荒唐 真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林妙妙脑子里昏昏沉沉的 怕惊醒了梦 就没动 任他抱着他 手上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随后的十几分钟里 他一直保持着晕乎乎的状态 回答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 想回家吗 嗯 他发出一个短促的疑问音节 有些茫然 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不是这儿 他一边抱着他轻声说话 一边留恋地吻他耳垂 震得妙妙地耳阔苏麻麻的 活像是哄骗 想呀 他眨巴着眼睛 疑惑地说 对方沉默了片刻 又用冰凉地唇亲亲他 问 那怎么还不走 说起来你都不信 妙妙垂下眼嘟闹 你现在跟二傻子似的 离不了人 林妙妙的声音很轻 像是和老友彻夜常谈似的 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网出岛 起码也得等穆姐姐她们 把雪破冰丝拿回来试试 我才甘心 她扳着手指偷数 再说了 剩下爹一个人怎么办啊 说了半晌没回应 妙妙生怕这梦渐渐褪色了 或是做跑偏了 用力拽紧了她的衣服 你怎么不说话了 她从下网上 逆目声隐在黑暗中的脸 只隐约看到她眼睫颤动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追问了一句 少年鸡翘地翘起嘴角 润泽的眸泛着一点月色的光 侧眼望着她 现在这样安静听话 不好吗 好个鬼 妙妙差点委屈哭 我养只鸟 鸟还会叫呢 哪像你 目声眸中似有脑翼闪过 搬过她的脸 低头狠狠撵磨她的唇 带了点惩罚的味道 这样便嫌弃我了 梦醒之后的清晨 林妙妙感到非常愧疚 黑莲花安稳地躺在旁边躺着 见她醒了 还凑过来抱着她柔顺地蹭蹭 十足亲密的模样 她却只顾着沉浸在梦里 跟别人亲吻 没嫌弃你 她捧着木声的脸 巴搭亲了一下 满脸愧疚的承诺 这样也挺可爱的 真的 妙妙怀着这样愧疚的心情收拾喜数 去见了表婶 说话的时候 还有些心不在焉 没睡好吧 可怜间的孩子 远道而来的表婶嘖嘖叹息 眼里全是心疼 走 去你房间坐坐 你靠着歇歇 表婶跟你说说话 妙妙来不及拒绝 就被表婶领到了房间 蹬在了床上 表婶我坐着说就可以 躺着 表婶压着她的肩膀 歇歇 林妙妙惶恐地撑着床 很怕自己说着说着 真的睡着了 表婶的目光环视一圈 看到了桌前坐着的木声 她实在太安静了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 几乎不发出一点声音 她打量木声的时候 木声也在打量她 她的判断方式简单粗暴 是人 女的 妙妙主动亲近的 她便收起了敌意 更准确地说 是放下了戒备 爱答不理 则 表婶盯着她 忽然叹息一声 眼泪掉下来 妙妙命苦啊 吓得林妙妙 立马坐直了身子 您别哭啊 表婶擦擦眼泪 这是我亲自选的姑爷 成婚没几年线 就成了这样 让我心里怎么过意地去 游记当年 她以多年业余没人的身份 多方面评估了木声一番 那是万里挑一的好人选 她怕再不下手 让别人给抢了 当下拍板就定了 可是现在 姑爷失心疯 全靠妙妙照顾着 可不把她给泪出黑眼圈了吗 早知道捉妙人刀尖填写的 容易出事 她简直是害了人一辈子呀 表婶 林妙妙好笑地劝她 天有不错风云 她变成这样 又怪不到您头上 妙妙 表婶握住了她的手 深吸了一口气 你有什么委屈 跟表婶说说 妙妙认真思考了好一会儿 憋出一句话来 我 我不太委屈 多好的孩子呀 表婶的心里更愧疚了 别不好意思说 表婶旁敲侧击 咱们家里头 跟外面不一样 不守那些三从四得 辅导规矩 嗯 妙妙隐约觉得有点不对 但一时半会没转过弯来 所以呀 表婶语气沉了沉 我就直说了 表婶给你再介绍一个 妙妙吃了一惊 啊 我已经嫁过人了 那又怎么了 表婶显得有些意外 拍了拍她的手背 那天下寡妇还不过日子了 可是我 妙妙指指黑莲花 笔划道 不是寡妇呀 那也差不了多少了 表婶又抹起了眼泪 恶意都跟我说了 过夜犯起这病来 凶得很 一年两年还好 要是一辈子好不了 可怎么得了 你现在年纪轻 你爹还能护着你 表婶语重心长 往后你爹要是去了 你靠谁啊 你一个姑娘家 不得和丈夫相互扶持着过活 你一直照顾着她 家里没有顶梁住哪行 你现在还不懂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表婶摇摇头 等你着急起来 年龄上去了 就不好改嫁了 现在你正刚好 花一样的年纪 又没有孩子拖累着 就算是合理以后 重新嫁人 提亲的 照样能踏破门槛 表婶 零妙妙打断 一声声改嫁 吓得她头皮发麻 不住地观察沐生 见她没有什么反应 仍然觉得有些不踏实 别说这个 她听得懂 听不懂的 表婶又瞅着 毫无反应的沐生 看了两眼 忧愁地说 我家里也有得失心疯的 都那样 什么也不知道 她握住了妙妙的手 孩子 我希望能有人照顾你 不让你受委屈 看你累得 黑眼圈都出来了 这些访问 可不可耐生 我的钱 这是 明镜需要 我们必须 在这些访问 gosp total 跟本不能 它是